《赵构杀岳飞是对还是错》 《赵构百官》、后宫嘉丽、无数连同的宋徽宗、宋钦宗、两位皇帝都被金人给掳走了。而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侥幸地逃过了一劫,而且顺利地建立了南宋。 岳飞我们大家都十分的清楚,他的思想十分的明确,那世事驱逐金人,收复失地,迎回二帝。 岳飞为首的主战派和秦桂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最终赵构受到奸臣秦桂的蛊惑,下令将岳飞等人诛杀。 赵构为什么会要杀岳飞呢?在这之前,岳飞接连收复失地,这样大的功劳,难道他的心理不知道吗? 其实并不是,可以说赵构的心理十分的清楚。 但是岳飞有一点威胁到他的,那就是他功高震主。 首先,岳飞执掌兵权,而且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当时救,十分的大,这一点赵构也是十分的忌惮。 其此,岳飞主张的是收复故土,迎回二帝,前面收复故土没错,反而有功,但是迎回二帝就让赵构沉默。 大家知道,赵构的皇位其实是捡来的,要是父兄二人都回来了,皇帝还轮得到他。 这一点他的心理也是清楚的,按照岳飞大军当时势逐破除的尺头,完全有可能迎回二帝了。 一夜暴富的人,你把他的钱再抢去,他能乐意吗? 赵构一夜当上皇帝,再让他想来,他能乐意吗? 道理是一样的,最终,他连用十二道金牌照岳飞回朝,可见其心情是多么的极气,因为他觉得再不除掉岳飞,可能自己的皇位就坐不稳定。 加上秦桂等人说是,赵构的这种想法更强烈了,世人都说是秦桂害死了岳飞,这个小编不否认,秦桂是参与了,但是主谋肯定是赵构,而秦桂只是被赵构当枪使了,让后人只骂秦桂,不骂赵构。 可以说,赵构是打了一手耗转。 谈,试问,如果秦桂的背后没有赵构的同意和撑腰,他敢为所欲为吗? 毕竟此时赵构不老也没病了,大权在我,他是皇帝,而秦桂再厉害也只是臣。 所以,也有历史专家表示,站在赵构的角度上来说,杀岳飞并没有错。 但是站在民族大义上来说,赵构犯了天大的错误,改变了历史。 说到底,赵构是小人之心杜岳飞的君子之父了,大家觉得呢?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